一三床 默默的无名英雄 试飞官拍胸脯保证 强调永英属于 全新机种与IDF 绝对截然不同 而距离上四国机国造首飞 IDF经国号首航 是在1989年5月28号 而永英则是在2020年6月22号 睽違31年再度缔造历史 也将改变未来 过往战斗机飞行员训练 都得经过T34载道AT3高脚机 以及F51 历经多次换装训练 才能进到幻象2000 F16 IDF等一线战机 但永英上线后 配载的电子仪表 将能顺利取代AT3与F51 作为过渡训练机 同时也能直接转换为战斗机种 借以增加作战训练时间 相对之下 对空军的训练成本 会相对斜测很多 那同时对人员的训练上的压力 会减造很小 至于新飞机的 就是新型的面板来说话 它也可以衔接到 户序的训练动作 见证国机国造里程碑 永英也开启中华民国 跨入航太产业的大门 扮演神仙企后的角色 距离国产下一代战机 往前迈进一步 谢董俊 张雨萱 台报道